長江五十二號 今天要帶你深入了解的是 健保卡上頭的照片 是否可以裝萌 裝可愛 台中有一位小姐 她不僅嘟嘴 而且還戴了貓咪的髮枯 甚至比出了早財帽的知識 竟然成功奔好了健保卡 現在我們帶你重新回到了 中區的健保局 可以看到在現場 架設了一個健保卡 免費拍照的服務 現在我就請工作人員 幫我拍一張大頭照 好 請坐 這邊有戒指的照片 好 所以我現在可以直接拍照 好 小姐 這樣是不可以的 我們這裡這樣子的姿勢是不行 不能嘟嘴 然後不能有手勢 所以我這樣是哪邊不行 對對對 這樣是不可以的 哪一邊不行 這樣姿勢不符合 就是嘟嘴 或者是有手勢 都是不可以的 嗯嗯嗯嗯 所以我這個 我現在如果要用這張照片 辦健保卡的話 是不行 對 不能辦 對 這樣不能辦 所以必須重拍 對 是的 好 那我再拍一張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是四張裡面選一張 所以這樣子的照片是OK的 是的 它這樣子的話就是符合你們的規定嗎 沒錯 對 OK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剛剛記者我做了獨嘴巴 甚至是比了這個夜的手勢 在這裡是不能辦健保卡的 因為之前的規定是規定說 這健保卡只要是兩年內的照片 那麼是上半身 不要戴帽子 不要戴有色的眼鏡 都是可以的 但是經過有民眾裝萌裝可愛之後 健保局有了新的規定 我們聽一下最新訪問 因為有這個案例發生 那我們趕快修了這個 我們換健保卡的照片規則的規定 那就增加了五官要清晰 表情自然不誇張 足以辨識人貌的這個規定 我們是希望避免以後 民眾其實拿這張健保卡出去 就醫的時候其實很容易被人家質疑 會造成他就醫上的困擾 醫療院所很難辨識 所以表情自然不誇張 是說不要去做一些鬼臉 或者是不要嘟嘴 哪一些表情是不OK的 像這張嘟嘴 其實他就是誇張了 都是不自然 像這個就不OK了 除了健保卡 其他的證件 像是身份證 駕照 或者是護照 上頭的照片 是否也能夠裝萌 裝可愛 現在我們找到了這一臺 這個證件快照的機器 我們現在就來拍大頭照 試試看 三二一 可以看到這個證件照 上頭我不僅是微笑 吐舌頭裝可愛 而且還可以看到 我的手是比出了招財帽的姿勢 像是這樣的照片 來到這個監禮站要辦駕照 是否可以通過呢 不好意思 我想要拿這個證件照辦駕照 小姐這個照片 總能夠堅持在我們的駕照上面 因為我們規定的話 照片必須光面 然後一寸是正面半身 五官清晰的一個照片 你這個例如說 有手頭已經是五官 有點扭曲了 然後另外整個那個 你這個雙前 那個雙手握手的部分 對 這部分的話 如果我們採取了 那個畫面來看的話 特別說還看到雙前後前的部分 這一定不符合我們正面 半身的一個規定 今天我們拿這樣 裝可愛的照片來測試辦理 駕照還有健保卡 通通失敗 其實相比起來 護照還有身份證 對於這個照片的要求規定 是比較嚴格的 但是我們統一歸納來講 這四種證照 第一這個表情要自然 也就是說你不能做鬼臉 裝可愛或者是任何扭曲 無關的表情通通不行 第二不管你是筆頁或是握拳 這個手勢通通不可以露出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時候要用到這個證照 不管你是要看醫生 或者是到銀行開戶 或者是辦這個手機的門號 出國辦理這個國際照照等等 這上頭的照片 就等於代表著你本人 如果這照片太過於裝可愛 或者是太搞怪 無法讓人家辨識這是你的話 總會一句真的是自找麻煩